好,这一节当中呢,我们重点的将这个苹果的颜色进行一个分析 苹果的颜色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所分析的标准是什么呢 我们再画一个 首先呢,我们来判断整个的一个色调 首先整个的一个色调是一个什么色调呢 那么呢,首先苹果的一个色调啊 基本上我在苹果上面吸出来的颜色啊 那么都是一个暖色调啊 都是一个暖色调 高光的颜色,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包括最亮的这个面的一个颜色啊 最亮的高光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这里啊,这里我吸了一下啊 这里吸了一下,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呢 这个颜色呢,我这里画一下呢 实际上也就是我们 好,明亮交接线的颜色啊 明亮交接线的颜色啊 明亮交接线的颜色 明亮交接线的颜色 明亮交接线的颜色呢 我放在这里是一个最重的一个颜色 好,图的 这样子 我们反过来啊 首先呢,我们先去找到亮面的颜色啊 这是亮面的颜色 暗面的颜色 好,暗面的颜色 那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来画球体的时候呢 首先呢,我们要区分什么呢 区分亮面和暗面 区分亮面 然后呢,区分暗面 那么在这个苹果上面呢 我们所对应的颜色呢 就是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这样的颜色呢 都是一个 偏红的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那么接着啊 我们找到投影的颜色 投影的颜色呢 更接近于什么颜色呢 投影的颜色是更接近于 整个环境的一个颜色啊 投影的颜色 更接近于环境的颜色 投影的颜色呢 更接近于环境的颜色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们整个的一个环境颜色呢 其实呢 和我们的 苹果的颜色呢 对应着呢 也是一个 同属于一个暖色系 所以说我们整个画面看上去呢 它是一个暖调子 它是一个暖调子 这个呢 是高光的颜色 这里呢 是高光的颜色 这里是高光的颜色 那么同样的啊 这个颜色呢 偏宝和一点 颜色呢 是放在我们的 这样子的一个 灰面啊 灰面所使用 这样子的一个颜色 这样子的一个色调呢 就基本上组成了 我们的一个 什么呢 基本上组成了一个 我们的 这个苹果啊 这幅画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颜色 这张画的 主要的一个颜色 那么我们的 整个的一个色调呢 都源自于 这样子的一个 源自于这样子的一个 色调 暖红色的 这样子的一个色调 大家可以看一下 暖红色的 这样子的一个色调 好 我们接下来 在进行刻画的 绘制当中呢 那么我们就要去 找一些相应的 什么呢 相应的一些 颜色变化 相应的颜色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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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让我们的 整个的这个苹果呢 看上去 变化的更为微妙 变化更为微妙 这边有一些 这样子的颜色 找了一些颜色 当我们把颜色啊 这一些细微的变化呢 找得更充分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所表现的物体呢 也就越真实 那么呢 这个颜色呢 来自于哪里呢 实际上呢 也就是来自于 你对这个图片的 一个分析 来自于你对 这个图片的 一个分析 那么这里呢 我并没有去 吸图片上的 一些颜色 而是我 凭着自己呢 对这个色彩的 一个理解呢 进行绘制的 色彩的一个理解 进行绘制的 那么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在我们的 原画当中呢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质感 绘制的一个部分 enhancing 我们先进行绘制的一个部分 我们先 trust 我们先进行绘制作 我们先晓造了一个部分 我们先进行绘制作 最后一 Butt吧 那么我们在找这样子的一个细节绘制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怎么找呢 那么我们将我们的 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细节呢 更多的呢集中在一些我们的量部上面啊 细节更多的集中在我们的量部上面 那么这个我找的一些苹果上面的一些斑点啊 一些小的斑点 那么这些斑点呢 能够让我们的绘制呢 看上去更真实 更真实 这个高光的让它再运开一点 尤其是这样子的一些斑点呢 那么更多的会集中在一些 更多的集中在量部 我们尽量保持我们的暗部呢 不要有太多的细节啊 暗部不要有太多的细节 那么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分布的一个规律 我们尽量的我们尽量的把我们的量部呢 做的细节稍微多一点 这样子我们的绘画的真实感呢 就能够对于体现 真实感的基础呢 是建立在你对整个的这个素描关系啊 把控的都比较到位的一个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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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刀继继续就是冠状了 哇 小刀继续就是冠状了 我们变成为2个所 我最大的许多也不过 我最大的形容从中 中文字幕提供 这里是一个明暗招致线,然后我们用重色把明暗招致线画出来 进行一个强调整个的这个 这个暗部呢,我们让它偏冷一点,大家记住一点 如果我们的光是暖光的话,那么暗部一定会偏冷 那么这个所谓的偏冷呢,并不是说它要变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蓝色就叫偏冷 只是说呢,相对于这个整体的色调来说,稍微偏冷一些 实际上呢,我们把它变绿,变绿一些,那么就偏冷 偏绿色已经偏了,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在里面加一些,色相上的冷色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思路 我们在进行绘的时候,更多的是考虑一个 更多的是考虑颜色的一个比较 颜色上的一个,颜色上的一个,颜色上的一个色纹 细微的一个差别啊,细微的冷暖差别 而不是就是说我们画,换冷色,换暖色的我们就往里面加色相上偏暖的一些颜色 这个是刚注意的一点,这个颜色稍微饱和一点,稍微饱和度高一点 这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颜色的中间 然后注意啊 我整个的绘制过程当中呢 没有一处是用的 纯黑或者纯白色啊 记住啊 大家记住这一点 在画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避免使用纯黑或者纯白的颜色 一定要记住 我们在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避免使用纯黑或者纯白的颜色 那么我们的 这个颜色应该是通过一些 颜色变得到 这样子一个皮 苹果呢就开始有真实感了 有真实感了 那整个背景呢 我们也给它稍微加一点绿色 绿色的这样子的一些颜色 把它混在里面 以至于这个 就稍微这个颜色呢 舒服一些 注意边缘 这个边缘呢 我要 把它清干净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完全进入到一个细节刻画的时间 因为呢我们整个的这样子一个颜色 都已经长得差不多了 那么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绘制阶段呢 我们就进入在一个细节绘制的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的任务呢 就是让你的画面看上去更真实 让画面看上去更真实 对吗 对吗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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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提供 我们用一些小的笔触 把一些很小的笔触 进行一些细节上的一些绘制 这一部分呢 更多的是一种 这一部分呢更多的是一种耐心啊 你看我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已经开始不说话了 开始不说话了 实际上呢 就是基于你之前的对一个颜色的一个色彩啊 我们已经有了啊 我们已经有了之前对一个颜色的一个色彩 的一个大的色彩关系已经都出来了 那么在这一步的时候呢 我们也不会太去啊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一个画师来说呢 也不会太去在在一个借助调色盘去吸色 因为你的整个的一个颜色变化呢 已经呈现出来了 已经在 你的颜色变化已经是 已经有了 在你的画面上面啊 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颜色变化 只是说 你要需要更多的呢 去把你的这个颜色变化呢 进行一个梳理啊 进行一个梳理 我最后其实注意一下这个边缘的地方 边缘的地方我们稍微重一点 稍微重一点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整个的苹果的体积呢 会出来 在这一步的时候呢 這裡呢我們將這個暗部稍微塗抹一下 融合一下 融合一下這個顏色 當然我們這部操縱的我們只在暗部進行啊 只在暗部進行 亮不亮我不需要 然後我們在畫的時候為了方便我們檢查數秒關係 然後我們可以在這個可以在所有的圖層上面啊 進行合併之後呢 那麼我們把它調成一個黑白的這樣子的一個圖 這樣子呢我們可以檢查我們蘋果的這樣子的一個黑白關係 這樣子來看 那麼這個地方呢 雖然是有顏色的變化啊但是明度關係啊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們要來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所以我依然是用一个排线的方式来进行绘制 不管是我们画到什么样程度的一个细节 那么我们的始终用笔的一个方式 是排线的一个方式 始终是排线 那么这样子我们的苹果就会显得非常的有真实感 但这一步也是我们整个时间当中花的时间比较长的 那么我也没有花过这么长的时间来画一个苹果 因为实际上我们在进行绘制的时候往往几大笔就画完了 一般来说就是说我们在场景或者说是角色上面的一个小的配饰的话呢 那么我们把几大笔画完 几大笔就可以 稍微的加一点白色 但是这个白色也不是纯白 你看我已经 你看我已经 这并不是一个纯白的一个颜色 你看我已经 这并不是一个纯白的一个颜色 暗 暗 暗 比较大笔 在哪里 了 我在这里呢尽量的是使用的一些很小的一些笔冲 然后这里的暗部呢我们让它有一些网量部的过渡啊 这里注意一下但是这样子过渡呢 因为我们所画的这样子的一个物体是苹果 它本身的一个过渡的关系呢并不像是石膏体 那么圆滑啊就是上面的过渡的比较圆润 那么这样子过渡呢就说增加一些有机理的过渡呢 我用一些笔触啊去排了一些过渡出来 这种过渡呢会更增加一种真实感 更增加一种真实 好 这里的保护度稍微高一点啊 这里这是我观察图片得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啊 稍微高一点 看这样子的话整个苹果的一个颜色呢 颜色在这里我发现它的苹果的这个保护度呢 可能在这里就比较高一些啊 在这里 但是呢 现在呢 啊 这个笔触呢过于生意 那么需要衔接一下 好 谢谢 虚子 感谢观看 这样子的一个笔触变得更散一点 那么这样子我们这个苹果的一个绘制呢 就基本上是完成了 基本上完成了 这个排线啊 稍微排一下 统一下这里面的一个效果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比较真实的 一个苹果的效果就基本上是出来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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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画的太细 先 好 这样子的一个关于苹果的一个范例呢 那我们就放到这里 大家给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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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